就是有一些可能曖昧的對象 但是疫情期間 畢竟沒有辦法有人跟人的連結或是結束 孫淑妹 她簡直是我小時候的女生 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是20週都悲驚待機 就是每一週都是冠軍 所以那時候我超崇拜她 最高峰120公斤 然後受到那時候演唱會超過100 20公斤我每次都講得其實有點心虛 是因為我是覺得大家可能 可能看不太出來 為了要來上TPOP的節目 所以說也有特別控制一下 在家有做什麼運動? 我之前就是曾經有在家裡試著跳舞 然後結果差點把桌子都給掀開 前陣子腰有點受傷 基本上只要躺著都不會坐著 只要坐著都不會站著 疫情期間其實在家裡都自己做餐 然後吃的就是蠻 蠻健康的 盡量好好讓自己的身體休息 演藝之路 誰沒有過第一潮 誰的人生一直在高潮 很難吧 就是有一些可能曖昧對象 但是 疫情期間 畢竟沒有辦法有人跟人的聯繫 或是結束 我是覺得這種事情 就是要等到確定了之後 才跟大家講 應該是開始我們大家要動起來了 TPOP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節目 我相信在看這個節目當中也會感受到 我覺得這次 我覺得TPOP的這個 當然它不是個演出啦 我覺得是個非常有意義的節目 因為我覺得台灣流行音樂其實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 那我覺得不管是從以前可能我小時候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因為我也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除了這個是歌手之外 我也是幕後工作者 那我覺得這個節目其實有把這個很重要的這一部分 跟大家分享跟講解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參加的一個節目 那我覺得 認識佼佼這麼久 佼佼對音樂的認真跟執著 可是我覺得它對音樂的熱愛 我相信在看這個節目當中也會感受到 所以我就覺得說 Yeah TPOP一定要參加 我覺得去年應該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你說有很多東西發生嗎 可能有一段時間其實真的是蠻安靜的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該做什麼 然後可能有些人有發了一些 比較跟疫情有關係的一些歌曲等等的 那我是覺得說當然今年 二一年其實我們還沒有說完全的脫離這個疫情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開始我們大家要動起來的 不管是在我們的演出的啊 在這個部分啊 或者說一些新的作品當中 也希望我們看到大家 我們大家一起可以動起來 好了 成功啊 蛤 3 2 1 2 2 一